第十一章 前线的坏消息 苏洪厅外是一片小花园 父子俩穿过花园门时 恰好见到厅内有两个身影 贺纯华微微侧头 声音细微 前日在街心见到的 就是这两人 贺凌川也看见客人 赶紧点头 对 就是他们 当时这两人在闹市纵马 险些踩坏孩童 而后出城门往东北扬长而去 贺纯华近两日都未归宅 贺凌川也无从报起 没想到他居然也知道了 谁去通报了呢 多半是豪叔 贺凌川再一次体会到 老爹精细入微的掌控力 无论是对两个儿子 还是对黑水城 好像有点可怕呢 转眼入听 贺纯华看着两位不速之客 请问 客从何来 贺凌川前日见过的白袍少年 今日换上一身狐绿的锦衣 肩巾坠以丝绣 着装这样正式 是为显示对本地主人的尊重 他也终于看见灰衣人的真面目了 此人年近六旬 身材瘦高 已是须发斑白的老人 一双眼睛 却亮得很 像是能直视人心 把别人最隐晦的秘密 都挖出来 少年笑道 我是年松玉 寻周月城养武都尉 受家赴年赞礼之命前来 而后介绍身边的同伴 这位是大渊国师 孙福东孙国师 饶氏贺纯华定力过人 这时也不由得大惊动容 什么 年松玉倒也罢了 他已经知道 寻周暮年赞礼派人前来 顶多没想到会是年赞礼的次子 至于孙国师露面 那真是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国师 渊国一共有三位国师 哪一位都有神鬼莫测之能 他们平时能协助君王 调理国之器语 战时又是最可怕的大杀器 只要时机的荡 甚至有一肌定乾坤的力量 作为众多数师的终极理想 这位孙国师 本该在都城安享供奉 突然跑到不毛之地干嘛 贺纯华也不顾师疑 宁神打量半赏 才呼出一口气 果真是孙国师 下官冒昧了 孙福东微微一笑 二十年前的祭天大典 我记得贺继九带着三孙出席 也就是你 物是人非已 贺纯华些许感慨 回身一指大儿子 全子 贺凌川 他在都城住了十几年 多众场合见过这位孙国师 二十年过去 孙国师也老了 但轮廓依旧 贺纯华多看两眼 也认出来了 贺凌川指的上前见礼 年松玉冲他一笑 这魔快又见面了 可不是魔 听出他意味深长 贺凌川顿时 笑得更灿烂 看来年都未与我有缘 贺纯华露出亚色 怎么 你们居然见过 年松玉还莫开口 贺凌川已经抢着解释 父亲不知 前日儿子在街边吃饭 乔玉两位贵客路过 当时接上西嚷 年都未还出手救下一个孩子 令他免于踩踏 刚迈进后听的豪叔 听见这句话 脸皮一抽 贺纯华 哦 温医生 原来如此 年都未少年有味 男的又是宅心人厚 四人一起微笑 揣住明白装糊涂 贺凌川却很明白 年松玉官嫌比自己大 年松玉的老爹官职 也比自己老爹大 前日的小小过节 就要一笔带过 尽快进入正题 毕竟他有预感 正题也不会有多愉快 年松玉笑了笑 果然不提这一茬了 贺大人 我和国师身怀要务 赶路三天三夜才到这里 贺纯华也很体贴 两位舟车劳顿 今晚就在白石楼住下吧 那是黑水城最好的别馆 说吧转头换下人过来 给两位客人再换上热茶 见他不提问 年松玉只得自己说下去 这项任务 恐怕还要贺大人相助 贺纯华恩了一声 愿闻其详 年松玉速声道 贺大人可知 卧林官已然失手 贺纯华大惊 差点跳了起来 他顾不上师疑 你说什么 卧林官被攻破 卧林官 贺凌川立刻在脑海中 搜寻这个地名 不过原生好似不太关注 只知道他好像在冤国中部 附近有江有河 有山有水 这怎么可能 贺纯华宁声道 我是听说不信 红川两地的叛军 五月会合 开始攻打卧林官 但卧林官占据天险 这十多年来屡次加股 一守难攻 更和旷守官的赵荣略人称 铁统将军 兵精良足 怎可能被贼子轻易破防 在他预估 卧林官至少坚持一两年 都无问题 那时贼寇之患自解 贺大人处荆州之远 对中部战况之了解 竟还远圣都城众多权贵 年松玉悠悠道 可惜 铁统将军 在乱战中 右眼受伤 不治而亡 他一死 军心立散 将领内讧 而贼军趁机攻城 半个月前 有内鬼偷开城门 将贼军放了进去 如此要地 不攻自破 宿洪厅内一片安静 只有贺俊首的呼吸声加重 您也知道 卧林官对于冤中腹地的重要性 年松玉盯着他道 他扼手洪川最重要的风铃渡口 如今又是风水期 夏天连下几场暴雨 江水汹涌 贼军如果瞬间下 就可以绕开岸上的重重关卡 直接在下游的石环城登陆 他一字一句 那里 距离国都不过十五里路 十五里 对于全速行进的骑兵来说 一台腿的功夫就到了 他解说得很清楚 连对冤国地理不甚了解的贺凌川 也感受到是太严重 自己这一家人远距边垂 为天子守国门 可若是国兜都沦陷了 他们还在这里辛辛苦苦守个屁啊 贺春华只觉呼出去的 全是凉气 贼一军如今到哪了 还在沃陵关 嗯 赫氏父子都是一正 叛军好不容易抢占沃陵关 却没趁事儿下 兵贵神速啊 不过贺春华转眼就反应过来 水路出了问题 赵荣略的富江许大 有在城破之际收拢残部 烧光了雾里的船只 贼一军纵然夺下沃陵关 也无船可用 近期多英语 重新伐木造船 至少要五十多天 总归是上天垂帘 给我们争取到这点时间 如今各地军队奔赴沃陵关 但局势不容乐观 国师孙福东接话 大渊国座能否延续 或许就看这五十天了 第十二章 盘龙往事 沃陵关一手难攻 现在叛军是首方了 贺春华端正脸色 认认真真问道 下官何以作为 冤国中部爆出这魔个惊天大雷 国运悬于一线 匹夫尚有则 何况他堂堂官员 这时候再推托 就不地道了 恰好下人换茶 孙福东抿了一口热茶 问了个好似不相关的话题 贺大人在千松郡多年 可知 荒原怎么就变成了盘龙沙漠 还有那条红崖路的来历 怎么问起这个 贺春华皱了皱眉 这是地方掌顾了 约在大渊立国一百五十年前 你我立足的土地 归西罗国所有 当时的盘龙沙漠 还不是荒原 只是降雨略少 但还有灵地 与济洁性的河流 嗯 西罗国最强盛时 在西境建了四郡十二城 以恶守这条贯穿东西 商贸繁忙的要道 最大的一座 就是盘龙城 后来西罗逐渐没落 对外屡战屡败 拔凌 先有两国争相残食器领土 除了盘龙荒原 物自坚守 西罗国的西境 全被占领 盘龙荒原 也因此成为非地 孤悬于西罗国境之外 距离祖国有千里之遥 贺林川也默默听取这段历史 盘龙沙漠的来历 每个黑水城人都听说过 袁深也不例外 拔凌 先有两国攻打盘龙荒原三十二年 而西罗守军 在盘龙城指挥使中圣光的带领下 也坚守了三十二年 寸土必争 贺春华转问大儿子 林川 你记得这支队伍的名字摩 大风军 贺林川点头 坚韧游圣胡扬 孤中难愁壮志 说的便是深陷敌后的大风军 大风军被两大强敌围攻 又与祖国隔绝 石水匮乏 得不到西罗半点援助 就这样 他还坚守了足足三十二年 如此传说 百听不厌呐 盘龙城被围困的第十二年 先由国与西罗短暂言和 大风军趁机传讯祖国 西罗国军未料到盘龙城屹立不倒 下旨嘉奖 同时将大风军大部分精锐调回国内 镇压暴乱 老爹莫在发话 贺林川干脆讲了下去 但现由很快又与西罗交恶 盘龙荒原与本国的交通又被切断 大风军重入困境 此后 西罗国战乱连年 再也无暇西谷 大风军在孤立无援 主力机师的近况下 又坚持了二十年 这支军队的意志 已经不能用钢铁来形容 可惜祖国孱弱 白瞎了这魔好的将士 国不配事 贺林川觉得这词特别贴切 说得不错 年松玉给他鼓了两下掌 不过荒原怎么变作沙漠 大风军至死未降 战至最后一人 盘龙城也被敌国屠戮泄愤 不留活口 这也是茶馆说书最经典的桥段 这些战役太过惨烈 阴魂的怒火与怨愿上冲天际 下沁土地 令盘龙城方圆百里生鸡断绝 河流改道 于是 荒原慢慢变成了沙漠 还有一种说法 盘龙城指挥使中圣光本人 就是强大的术师 他知道独木难知 遂在盘龙城破之际 及数万阴魂之力 对这片土地 进行了诅咒 令他化作布毛之地 赫灵川耸了耸肩 这样 西罗保不住盘龙之地 但拔凌 先游国也站不走 事实上 现在这片沙漠的 却不归任何国家所有 还有呢 但中圣光也得进出沙漠的活物 留下一线生机 即红崖路 那也是大风军从前行走的路线 赫灵川看着年松遇到 还有许多细节 你若想继续听下去 我们最好开演 边吃边说 国师孙福东问何纯华 赫大人所知 也是这些 差不多 贺春华听出了异样 国师之意 别卖关子了 大风军是钢铁之师不假 指挥始终圣光 也是强人不假 但主力精锐 都被抽掉回国以后 大风军凭什么还能骨守二十年 那实现游国的军队 已经可以横扫大半的西罗 即便西罗仍有名将 也抵挡不住 孙博师淡淡道 你我都知 这仅凭满腔热血是做不到的 战争的胜负只取决于强弱 最残酷的是时事 弱者再热血 也逃不过败亡的宿命 敌人那般强大 尤其先由国兵经江强 对盘龙城发动进攻超过三百次 最密集时 一个月就有十五回 缺石缺水 缺人缺武器的大风军 凭什么能坚持下来 对此 贺春华只能达到 史料不足 无以判断 再怎么荡气回肠 毕竟也是百多年前的往事 后事可以皆虚 却有鸡人打算深究 至少贺春华没有 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 孙国师 盘龙沙漠的往事 跟我大渊眼下的困境 到底有什么关系 这两人总不可能千里迢迢跑来 听他讲故事 重头戏来了 孙福东起身走前两步 盯着他的眼睛道 这就是我要说的 大风军坚持下去的关键 说不定 也是我们扭转卧林关战局 解除国都危难的关键 贺俊首 这一次 你择无旁贷 贺春华面色肃然 愿闻其详 贺凌川却觉得 对方中要图穷比线 却先扣了好大一个帽子下来 也不知道 老爹接不接得下 大风军中主不和解 跟隋中盛光多年 城破前并亡 先由国公下盘龙城后 清点其遗物 发现他对这段历史 有简要技术 和解的笔录流传下来 基金连转 最后流入了大渊宫廷 贺凌川忍不住插嘴 原来真相一直藏在我国 为何未见史端 各国都见有国史方 收录本国和前朝历史 尤其是前朝史 本国史往往一笔带过 但前朝史被广大学究们 钻研的最深 从秘星典故到人情人性 其中缘故不用多说 人人都懂 并且 这种成果是乐意向民间公开的 尤其盘龙城 大风军这样的中烈往事 更应该数作典型 教化万民 以收润物无声之效 年怂欲笑了 因为 不能说 那时 笔录已经破损不堪 连不出多少完整的字句 也无法 还原历史全貌 但其中清清楚楚记载一事 第十三章 孙国师的目标 孙国师压低了声音 在盘龙荒原 众位决定 大风军穷途末路之时 中圣光举行了仇神血迹 贺凌川诗声道 仇神 年松玉树只在唇前 清清 噓 雷医生 小点声 乱意这个要杀头的 贺春华面色凝重 同样放低了声量 既是仇神 当然密而不宣 仇神就是血迹神明 冤国将禁止仇神 写入了国法 这是根本大法 惩罚极重 一旦被发现 最清也是杀头 再重者足诛 公卿不赦 其实不独是冤国 世上各国莫不如是 区别 只在刑罚轻重而已 贺凌川当然不会忘记 自家就是因为祖父遭人诬告 才被皇帝砍了全家脑袋 罪名即逝 仇神 这两个字 就是贺家人的心头刺 不过所谓的禁止仇神 不包括击败山泽水灵 山野妖怪 门神造神 财神福神这样的民间犯神 毕竟人们对升官发财 神康体贱有本能要求 恶之不得 各国明令禁止的 是私下败祭特定 具体的神明 也即是官方所说的 邪神 恶神 比如 让贺凌川的族人脑袋落地的罪名 是败祭 同名真具 话重点来了 判定 仇神 最主要的依据 就看一世中 有没有用上活计 人计 你要只是在心底念叨两句 或者给神明献上几盘烧鸡腊鱼 不管你败的哪一位 国家才兰得管你 中圣光败祭了哪一路神明 弥天 孙福东紧接着解释道 没有尊号 因为原文写得简单 顶礼膜拜 求书于弥天 西罗也尽仇神 中圣光是不得已未知 我想 何简不会详细记录整个过程 这个名字太陌生 贺纯华陈寅 国师可曾听过这一路神明 未曾 孙福东摇头 但中圣光采取血迹 并且 祭品还是自己的亲生女儿 贺纯华色变 什么 中圣光也真是个狠人 把自己的亲生骨肉都献祭给了神明 贺凌川暗暗扎舌 难怪是邪神 竟要吃人性命 那么 这位神明回馈了什么 神明大悦 惠资大方 已知应敌 杀一顺百 孙福东两手一摊 可以摘读的原话 就这魔多 余下的都已余损 并不可见 写了和没写一样 神明那魔大方 到底赐下什么退敌的神物 贺凌川不满 两位千里而来 总有头绪吧 这时就不要卖关子了 他心里微有唏嘘 中圣光再怎样骁勇神武 到人力穷尽 无力回天时 也忍不住向神明求助了呀 反过来说 神明到底有什么手段 让陷入死局的大风军 又能逆风翻盘 再坚挺二十年 小子无知 对国师也赶不进 孙福东看了他一眼 光凭和解的书 看不出所以来 直到前不久 大司马找到一封古信 那是中圣光的亲卫 手写的绝笔信 这两件古物对照 终于真相大白 赫家父子宁神石 谜底终于揭晓 弥天神赐下来的宝物 就叫做 大方 中圣光称其卫 大方胡 其实是霍心虫的巢血 霍心虫 赫凌川很佩服取名的大佬 真是直白一懂啊 别人一听就知道 这虫子能干什么 不过他亲爹马上又把简单事物复杂化了 这东西是不是还有个证明 叫做 三尸虫 不错 就是三尸虫 年松玉孝道 他根本无形无质 分纪于人类头 副 足三处 引出恶望 玉造 无论武者还是术师 正到第一步就得斩三尸 破直望 不过军队里的大头兵根本对付不了他 用出来就是战场上的大杀器 军队血裂之气极胜 又有国运护体 天然克制各类术法 邪魅 这一点 赫凌川倒是知道的 军营从不闹鬼 并且 大型的术法神通 在战场上很难奏效 除非施法的术师和武将本身 也受国之气运的强力加持 通常来说 只有国师能办到 比如眼前这位孙国师 孙福东福长道 这三尸虫却是人类原身旧有之物 不会被血解 原力排斥 顺顺利利就能负到敌人身上 迫使他们听命于己 反歌道工 实乃神器也 贺春华终于听明白了 常常呼出一口气 也就是说 您为这件神物而来 不错 孙福东终于将问题都讲清楚了 当年他能帮中圣光守城 现在就能为我们退敌 你不必担心朝里的三尸虫死去 那物不须呼吸吃喝 贺凌川突然道 您方才所说的大司马是 刚才听见 大司马 三字 贺家父子 心头都是一跳 还有哪位 年松玉挑了挑眉 当然是当今国障 祝国大将军 大司马东昊明 来了 贺凌川和父亲对望眼 心中都道 果然如此 短短两个月 祝国大将军府的侍卫 寻周牧的儿子 大渊国师先后出现在黑水城 这绝非偶然 直到此时 他们之间的关联 才清晰地显露出来 贺准华一脸哑然 居然是大司马寻得的线索 那摩宁二位前来 是 王上与大司马商议 派我赶来盘龙沙漠 务必在沃林关贼子 置船下水之前 取回大方湖 孙福东指了指年松玉 我路过寻周 年将军派出麾下 抢手相助 由年都尉统领 但在黑水城 我们需要向导 需要人手 也需要别的助力 取回大方湖 贺凌川看了看父亲神色 然后一脸震惊 等一下 你们该不会 想要冲进盘龙沙漠 红崖路马上关闭 黑水城三岁小孩都知道 这时候进去 就是送死 他越说越大声 除了做太 也有气急 才享受五十多个好日子 麻烦就来了吗 惊天危机 力挽狂澜什么的 最讨厌了 他就想当个混痴等死 涌涌碌碌的官二代啊 贺春华也沉吟道 此时入盘龙沙漠 却是九死一生 两位不是黑水城人 没见过盘龙沙漠的凶狠 神通在那里 都不好用啊 第十四章 你要懂事先 年松玉有些巨傲 贺大人可知 天穷以南的吴靖海 一年四季 飓风不断 暗流汹涌 又有海怪纵横 也说是活人进入的海域 我曾凤亡命南下 两次进出吴靖海 同样全身而退 这几个乡下人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贺林川咳了一声 你进出吴靖海 总有向导吧 自然有的 可是在每年九月到来年二三月 有时要到四月 盘龙沙漠根本没有向导 莫人敢去 贺林川看着自己老爹 过去五十年间 这片沙漠至少吞下四千条人命 这还是苦主报案记的 真实数目不可考 而到了沙漠真正发威时 你可知 有多少人能活着回来 一个 他竖起一根手指 五十年里 就这磨一个 并且 人已经疯了 巨萨满诊断 他丢了一魂一魄 这辈子 都不可能恢复神志了 孙东抚眼皮微嫌 国师气度自出 大司马已经派人寻一件东西 只要找到他 我们进出盘龙沙漠 或许就安全了 再说 我也会经历户队伍周全 贺春华暗中冷笑 绕了嫩打一圈 终于图穷比线了吧 不过 他表面还很惊讶 那是何物 大司马派人来找什么东西 才害他儿子落牙 是中圣光留下来的遗物 凭他进出盘龙沙漠 守住废墟的院灵 很可能允许我们通行 年松遇到 大司马寻得的蛛丝马迹 都指向红崖路上的沙豹一族 贺大人可知 中圣光西年灵宠 就是一头沙豹 不错 似曾耳闻 如今 他的后代羽族人 都在盘龙沙漠 我们找去询问 还发生一点小冲突 年松遇轻描淡写 有几头沙豹离开了 我们花了四五十天挨个找 后来发现 有一头或许 已经进入黑水城 贺灵川笑了 简单 那满城招贴寻报启示就好 黑水成魔 妖怪满地走 孙福东向贺春华道 那就要借骏守之力 时间宝贵 沃林关之战刻不容缓 我们说话这会儿功夫 那片战场 又不知收割多少人命 只有尽快寻到大方湖 才能了截着颁布一支战 贺春华想了想 假使寻到信武 我会派出最好的向导 为你们指路 光我们这二十来人可不够 至少得有一支军队 年松玉有些不满 盘龙废墟是制邪之地 只有国之气韵可以镇压 那魔少说要二百人 并且带队的武将 还得佩戴设计令 否则怎么能调动气韵护体 贺春华面露南色 这种摆明了送死的活计 得是新多大的将领 才敢接手 孙福东见状即道 有句话不当讲 不过当年贺大人 能从仇神案中全身而退 贬至千松郡这一路上 又是盘缠足备 有人打电 后面两次破格提拙 未尝没有大司马 数次游说之功 被发配边疆的罪犯 脸上要刻字涂抹 并且在布毛之地 劳作十年以上 贺春华虽然不是这种到眉蛋 但从国都到黑水城 何止千里 他当时不过是十一岁的孩子 还死一户口本 若没人从旁照应 给他送盘缠 给押送的官差 递够好处 这一路上的艰难坎坷 轻易就能要了贺春华的命 流放之路上的冤魂不计其数 多他一个也不多 更不用说后面立功升官 破格提拙 固然是贺春华自己争气 可是朝中无人 就难得天子注视 酒香不怕巷子生 呵 一派胡周 上头有贵人说情 这一点 贺春华也猜到了 可从前没料到是大司马 孙福东接着又道 取大方胡 夺卧灵官 这是天大功劳 我王亲口御令 此行有功者 官升一级 贺春华沉默一会儿 终于道 下官这就不止人手 孙博师和年都尉请先一架别管 晚些我们在松赫楼 为两位接风洗尘 目的达到 两人也是欣然站起 由贺家父子送到正大门外 扬长而去 看着那两人背影消失在街角 贺灵川问父亲 真要派人跟去盘龙沙漠 贺春华不语 看起来心事重重 他手头还有俊物要处理 交代儿子一句 此事不要说与夫人知晓 就匆匆离开 贺灵川走回府中 贺月正陪着母亲往外走 在花园里遇到了兄长 应夫人问大儿子 客人什么来头 贺灵川正色道 国师和寻周牧次子 找爹商量机密要务 国师 应夫人一正 什么国师 是哪位国师才对 贺灵川纠正他 是孙福东孙国师 不远千里从都城赶来 那是一等一的大人物 王侯也要分为做上兵 应夫人很惊讶 却没在深究 只问贺灵川 是好事还是坏事 既是 积药 他这妇人就不好随便乱问 贺纯华平石料里俊物 应夫人也从不指手画脚 好坏掺办 贺灵川很严肃 只看老爹怎么处理了 应夫人眼珠子转了转 为石魔叫你同去 事关积药 丈夫应该叫上更稳妥的小儿子才对 我也牵涉其中 贺灵川脸色微沉 酿青这是什么意思 老爹有事不该叫我 心里又有点烦了 你也牵涉其中 应夫人上下打量着他 该不是你又捅了篓子 您就这魔看我 贺灵川也板起了脸 只会惹祸 不过这回应夫人好像说中了 应红禅语气缓合下来 樽樽劝告 灵川 你长大了 要再懂事些 稳重些 才好为父分忧 他往大门方向看了一眼 我去门外分发食物 你们哥儿俩聊聊吧 他由婢女扶着走了 贺月却留了下来 大哥 我们喝点茶 贺灵川会议 跟他走去偏厅 才迈开两步 贺月就对他道 母亲心直口快 没有恶意 你别放心上 你娘也是我娘 用得着你来安慰我 贺灵川斜眼看他 他烦我烦得要命 疼你疼得像宝 从我们小时候 就是这样 喂 你不用解释 解释就是掩饰 第十五章 收拾 他是严格了些 指望我们成才后 返回都城 能有一番作为 贺灵川哈哈大笑 可拉倒吧 他只是希望 你学成回都 灌溉精华 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话里怨愤饱满 贺月不月 大哥何必妄自菲薄 可曾想过 返回大都之后 何以作为 回去大都啊 贺灵川斧着下巴 没有 元申根本没想过那魔缘 他当然更没有计划 千松郡在外人看来是苦寒之地 其实他和元申都觉得挺不错的 贺家在这里是草头皇帝 作威作福惯了 立住躺着都舒服 可放去冤国 大多就什么也不顺 论底蕴 论财力 论人脉 甚至论花钱的本事 贺家给那些高门大法 提库带都不配 所以 为石魔要取 名作鸡头 不当凤尾啊 贺月提醒他 这是老爹的夙愿 我们拼尽全力 也要完成 家计时许过世的 人无远虑 必有近忧 就大哥这种态度 酿青能喜欢才怪 我知道啊 贺凌川拍拍他的肩膀 漫不在乎 你西文 我练武 拼在一起 就是文武双全 有朝一日回去大都 谁给你找事 我暗地里打废他就是 大哥你真是 遇上虎脚蛮缠的 贺月只能无语 不过王好了想 兄长在黑水城的快意 都是明面上的 至少他知道 回去大都得暗地里作恶 这也算是重进步了 算是吧 陆玉豪叔 后者对贺凌川 使了个眼色 跟了上来 又发生什么意外了 到偏听了 两人坐下 豪叔自行走去门外守着 方圆武障 旁人物尽 贺月捡出一套茶具 摸了摸冰冷的杯身 国师和寻周牧 是来找麻烦的 贺凌川打来的贺欠 无精打采 他俩还不是最麻烦的 幕后首脑 是皇帝的老丈人 大司马 贺月勃然色变 你说的该不会是 东浩鸣 嗯哼 不然 我们还有几个国杖 贺凌川想了想 老爹只说 不许告诉应夫人 却没提要对贺月封口 这小子九岁就帮忙处理俊物了 大概眼下这桩大事 也不用瞒他 反正在过几天 贺纯华派人闯入沙漠 贺月也必然知晓 所以他很爽快 就交代了孙国师两人的来意 从头到尾 贺月听得仔细 偶尔插嘴问两句 多数时候蹄虎烧水 哥哥太懒 他就只能自己动手 等他烧好了水 沏好了茶 贺凌川也讲得口前舌躁 顺手捞起热茶 灌了两大口 老二 你怎么看 大司马想把我们荡刀枪使 但父亲多半会同意 我们反对也是无用 贺月分析道 已父亲年岁 姿利 重返王都还大有可畏 两个儿子都快成年 贺纯华自个儿却还没到三十五岁 仍是身强力壮 精力充沛的年纪 他已经把人生最好的二十年 都耗费在布毛之地上 怎能容忍自己继续被忽视 被埋没 好在中圣光的信物下落不明 再找上几十天无果 他们也去不了盘龙沙漠 贺凌川轻咳一声 其实 信物已经找到了 什么 在哪 贺月一惊 看向兄长的目光 越发怀疑 你 你怎知道 就在我这 贺凌川拍拍胸膛 慢吞吞道 其实 这又要从一个多月前 我受重伤说起 这回就尽量长话短说了 年松玉 只说 自己去找报妖 却没提把人家超窝灭族的事 贺月眉头紧皱 再说 寻周木道 抵派他来干什么 据说是辅助孙国师 贺凌川摸着下巴 看来 老爹很快要找我拿杀豹遗物了 贺月提醒他 红白道 还押着东来府两名侍卫 现在你已知其来意 打算怎么处理他们 还能怎么处理 当然是放掉 放生 贺月有点惊讶 我还以为你想毁尸灭绝 不得罪东来府的最好办法 就是不让他们 知道自己被冒犯了 用不住吧 贺凌川挠了挠头 就是两个二等侍卫 对东来府而言 三个屁啊 嗯 你对 贺月心想 这两人下落成谜中 就是个麻烦 万一红白道 再露出破绽呢 如果老爹决定帮他们夺大方胡 这时候 最好拿出点诚意 免得最后论功行赏时 被人背后穿小鞋 横竖不过两个侍卫 王小了说屁都不算 东来府正要用到我们 想来不会借题发挥 贺凌川 贺凌川被他看得直犯嘀咕 你那是什么眼神看我 和从前相比 哥哥好像变了 但又莫完全变 贺月拉回思绪 这件事儿一点很多 进入盘龙沙漠更是九死一生 哪怕真有信物在手 让他们去冒险就好 你和父亲 不能烫着浑水 知道了 这时豪叔来报 红白道派人来了 贺凌川就在花园里见人 贺月透过窗子 看见凶长往花园的长凳一座 敲着脚道 那俩玩意儿还活着 活着呢 这人就是上回给他 通风报训的红白道成员 大少有什么指示 从牢里捞出来 收拾收拾 收拾 这人会议 要烧成灰 还是化成水 我说收拾 没说杀人 这些家伙 脑子里都装住傻 给他们撑腰的来了 这一两天 恐怕就得放了 活放 这名叫重 啊 温医生 放了 怎么 他们身上不见不完整了 贺凌川皱眉 这可不妙 还给东来府的人 要是缺胳膊少腿 那就不是示好 而是结仇 完整的 完整的 但 但是 贺凌川心里咯噔一响 这帮小子不省心啊 但是什么 这人咳嗽一声 其中一个 昨天想逃跑 我们抓捕时 不小心削掉了他半边屁股 您知道的 陈老七下手有点重 我知道 我怎么能知道 贺凌川瞪眼 我还以为他们就是 馊饭吃多了点 身上被臭虫多盯了几个包 这事要传出去 伤的就不是他们的屁股 而是东来府的脸面 书房里的贺岳听到这里 伸手捂住了脸 先前果然是错觉吗 大哥没变啊 第十六章 资格 贺凌川想了想 给他们找两套新衣 收拾力整了 先养两顿好饭 不管他们怎么骂 你们一律笑脸相迎 另外 看住陈老七 别让他跑了 他捣乱了人家屁股 说不定自己的 这回也要被打开花 这名叫中硬了 忍不住诱导 大少 我们得罪不起东来府 这要是把人放了 先前红白道 知道两人来历 还下狠手 就是笃定他们死定了 死人不会告密 出手有什么关系 可现在贺凌川打算放人了 红白道难免心头坠坠 放心 他们有求于我们 就不该在意这种小事 再说 这里可是千松郡 黑水城 有道是 强龙不压地头蛇 这儿可不是东来府说了算的地方 红白道叫重 被打发走了 贺凌川回头 看见二弟担忧的眼神 大哥 这怎么在老爹那里交代 区区一点误会 东来府一定以大局为重 贺凌川哈哈一笑 神情镇定 这都不是事儿 贺跃不语 对大司马来说 芝麻大点的小事 放到贺家人这里 却要成皇成孔 左颠右梁 我知大山 笔枝土屑 风吹着园子里的落叶 速速作响 顺风顺水长大的贺家少年 头一次感受到了小人物的憋屈 可真不好过呀 怎么了 贺凌川看这小子神情郁郁 旁服有心事 没失魔 贺跃笑了笑 我先走了 他前脚刚离开 贺凌川就转向豪叔 出事了 豪叔的状态不对 大少爷 小灰死了 贺凌川一惊 怎么死的 昨晚没有飞回 我去葫芦山断牙前 把尸首捡回来了 豪叔声音有点色 翅膀 腹部被打穿 血是暗绿色的 也中了毒 但死因是被人拧断脖子 年松玉 孙国师 贺凌川看他眼眶发红 心底也有些难过 派小灰去盯梢 是我的主意 豪叔 对不住了 小灰是头要腰 是豪叔小时候的玩伴 跟着他几十年了 萌兔人言 平时一起吃肉喝酒 一起杀人放火 亲如手足 豪叔没有子女 也没有兄弟 小灰一死 他就像被人跺下了手脚 出手的不是你 道什么歉 豪叔眼里 透出一股子狠劲 那两人问话就好 何必害命 你能不能帮我弄清 痛下杀手的是谁 国师还是那个姓年的 一定 贺凌川立刻劝他 但你不要冲动 莫说是你 整个荆州 无人敢与之未敌 小灰救过我的命 至少两次 豪叔斩钉截铁 他不能白死 你现在去复仇 还要再白搭一条命 贺凌川眼珠子 转了转 弹龙沙漠 是吃人的魔窟 他们 就算能活着回来 实力也必然大打折扣 最好是回不来 多等十来天 复仇的希望 就增大不止三五倍 他按住豪叔肩膀 异常诚恳 只要有机会 父亲和我一定帮你 对手是国师 国之杀器 这时候前去复仇 太不冷静 对了 老爹知道墨 豪叔摇头 我先来找你 贺凌川摘下自己手指上的杨枝玉戒 又取出一挂明珠项链 全赛进豪叔手中 放你三天假 嗯 我是说 这三天你好好休息 好好缅怀 酒别喝大了 有事我会随时叫你 杨枝玉戒上 还有好大一颗红宝石 土豪专配 而项链上每颗明珠 都有雀而淡大小 个头均匀 都是价格不菲的真品 豪叔接过 木然一会儿才点了点头 转身离去 亲人的性命当然无价 但充裕的金钱 多少可以安抚一下受伤的心灵 他离开后 贺凌川缓缓坐到园中的石凳上 这真是人在家中做 麻烦天上来 要邀小辉昨天失联 那就说 明年松玉和孙国师 在找上贺府之前 就已经知道 贺家手里 有他们想要的线索 今日上门 难道是先礼后兵 没说双方身份地位上的差距 孙国师还是领王命而来 贺淳华敢说个不字 可要他们恭恭敬敬奉上报尸 老老实实 给两位贵人送上炮灰 贺凌川不甘心啊 不甘心 这俩货袭击西山暴巢 连累他坠落山崖 原生死 他这个冒牌货 也受了二十几天的伤痛之苦 这俩货在贺家的地盘上 轻易打杀了贺家派出去的探子 他们还要贺春华派出炮灰 帮他们进入盘龙沙漠 夺取大方胡 一旦事成 他们的功劳多多的 贺骏手的功劳却只有少少的 损兵折将 最后只换来皇帝一声夸赞 可贺凌川有什么资格跟人家叫板 这重亏 好像他捏着鼻子也得吃下去 憋屈啊 贺凌川两手抱着脑袋 长叹一声 忽然见到有样白白的东西从眼前飘落 是个羽毛 也不知哪头飞情经过上空 贺凌川抓着羽毛 无意实地转了两下 心头忽然闪过一个念头 嗯 不对啊 他商誉之后 贺春华才把豪叔从外地调过来给他当贴身护卫 那摩小灰未必知道他坠崖的细节 再说 贺家不允许妖怪踏足 妖妖从来都停在户外的枝头上 贺凌川和豪叔相处时间不长 但这人沉默寡言 豪叔所见 小灰未必所知 纳摩 站在年 孙二人的角度看 他们从小灰口中撬出的消息或许很模糊 至少他们不知道 暴师就停在鹤府 更不确定这里有没有他们想要的线索 毕竟荡出逃离巢穴的暴妖四下溃散 他们分别派人追击 怎能保证逃去葫芦山的这一头就是郑主 万一再逃的其他沙暴 才藏着盘龙废墟信物呢 最重要的是 他们不知道 沙暴遗物就在贺大少手里 有这么多不确定 他们就不能随意对地头蛇下手 以亡命破之 以利诱之 才是最好的手段 如此 贺家还有什么好怕的 想通这一层 贺凌川站起来拍拍屁股 决定去属里找老爹 自己吓自己 莫必要啊 贺承华正在奋笔疾疏 听到长子所言 手中笔停了下来 第十七章 不知天高地厚 你派出去的探子 被当场击杀 他想了想 那头要腰跟着阿豪很多年了 总停在他肩上 我还亲手喂过他 他是被折磨致死 听到父亲称要腰位 探子 贺凌川心中大定 那就不会只当小妖怪处置了 年松玉和孙国师必定从他口中知道 他是我派出去的 他不能孤军奋战 要牢记 老爹是他坚实的后盾 当官又有权的老爹 要是不行 他更不行 贺纯华却淡淡倒 不过一头药子 死便死了 有甚大不了 十七笔 继续书写 贺凌川一正 老爹 他没料到贺纯华是这个反应 赶紧劝说 他们明明有求于贺服 明明知道 小灰是我派出去的 明明知道 这只是个小误会 却还将他一把捏死 他轻轻一锤桌子 文房四宝 齐齐一跳 老爹 这两人根本不把我们家放在眼里 一味想捏圆就捏圆 想搓扁就搓扁 想让我们低头给他干活 还不能叫唤 孙福平 是蒙宠天恩的大国师 我不过是蛮荒之地的郡守 这就是天壤之别 放在平时 他对着 我想捏圆就捏圆 想搓扁就搓扁 然后再一个小指头摁死你 否则怎叫等级三言 贺纯平不怒返笑 你在黑水城 舒服太久了 不时上下尊卑 不知天高地厚 他说到后面击字 语气森然 说不愉愤是假的 对方打从心底 看不起他们 捏死了你们的探子 你们还得给我干活 替我送死 对 就是这魔高人一等 可是关大一挤压死人 孙国师还是背着亡命来的 他贺俊首能怎么办 贺凌川不服 可是好说 为人下者 就要认命 贺纯华皱了皱眉 他想不开 都几十岁的人了 贺凌川果断切换话题 您也说了 那是平时 哨发牢骚 哨都机灵 多想办法 贺纯华扔下笔战器 在长子脑门上 敲了个暴力 不过 我们也不能一味被动 这里毕竟还是贺家的地盘 你来说说 你想怎么交换 让老二来出主意更好 他鬼点子多 不过照我看吗 贺凌川冷笑一声 就算最后 还得给他们办事 也不妨先行拖自觉 杀一杀他们的娇气 除了我们自己 谁知道杀暴遗物的确切下落 再说 他们杀掉了我们的人 嗯 妖怪 难道无需代价 代价 贺纯华扯出一抹笑容 只觉这两个字 说进他心坎里了 有道理 大儿子长进了 他有点小心味 对了 东来府那两个侍卫 贺凌川知道 原本贺纯华是打算放走这两人的 隔着 贺纯华同样轻描淡写 过几天再说 反正他们也不在意 年孙二人在一杏物下落 东来府在一大方胡 侍卫本身才是无关紧要 当天晚宴 双方谈笑艳艳 兵主敬欢 乘着酒劲 贺纯华几乎是拍着胸脯保证 一定要找到盘龙沙漠的通行证 然后就过去了十个时辰 年松玉当然觉得度时如年 催了一次 贺纯华坦诚一无所获的同时 再次保证自己会全力以赴 这一回 他才往黑水城派出人手 装模做样地张贴告示 搜索全城 态度极好 效率极差 当然 这摩搜肯定没有结果 贺家的优势是时间 他们不急 堂堂大国师终于坐不住了 和年松玉一起登门拜访 可惜贺俊首外出 只得由次子贺约带客 两人见到贺约君是眼前一亮 不吝义美之词 尤其年松玉与贺约聊了几句之后 像是相见恨晚 连 你我年纪相仿 今后不妨多多交流 这重话都冒了出来 贺凌川闷闷喝了口茶 说起年纪 他和年松玉才更接近吧 这家伙是怎么厚着脸皮说出来的 二弟面相声的好 向来比他更讨人喜欢 不过 这两人的表现 是不是有点夸张了 贺岳正按老爹的要求 打官样文章 黑水城上下 都已动员起来 不过临近红崖 商路关闭 进出城内客流大增 鱼龙混杂 给我们搜寻任务评 添许多难度 贺凌川怕老二吃亏 坐在一边陪同 只看这小子表面异常诚恳 实则有言不尽的模样 像极了老爹贺纯华 年松玉不耐烦了 也懒得再跟他们客套 那魔官起城门来搜 此事关乎国运 必成几日有甚要紧 使不得 贺岳苦笑 拔邻国使团这两天 就会抵达黑水城 然后由此稀返 这是他们今年回国的最后机会 一旦延误 恐怕要引起两国之间的重大误会 他顿了一顿 拔邻国一直对大渊虎视眈眈 边境也摩擦多次 他们正愁没有借口呢 年松玉气得笑了 这魔说来 黑水城不能关 一关就会引发边境战事 大有可能 贺岳斩钉截铁 千松骏承担不起 孙福平看不惯他们互相扯皮 浪费时间 干脆挑开纱窗说明话 我听说贺大公子受过伤 闭门养了四五十天 是啊 险些要了我的命 贺岭川在边上喝了半天茶 话题终于转到自己身上 他扯开一惊 露出脖子上的伤 瞧 那石沙暴死命咬在他颈上 如今伤口虽已痊愈 却也留下撕裂型的猙獰伤疤 可见当日危急 年松玉盯着这道疤 这伤怎么来的 这是我去葫芦山 贺岭川说到这里 像是一愣 咦 年都尉从哪里听说 我受了重伤 知道这事儿的人 没几个哪 年松玉想也不想就道 手下人打听来的 就像你们所说 黑水城人多口杂 盖不住情报 这帮孙子连 我的消息都敢乱传 贺岭川扔下杯子 愤愤道 具体是谁 年都尉告诉我 我定不饶他 年松玉沉默了 看他的眼神越发犀利 那中间针刺面的感觉 又来了 贺岭川不甘示弱 瞪了回去 鼻眼大 他从来不怂 第十八章 你才貌双全 年松玉火气再大 敢在这里 公然对他出手吗 两人斗鸡一样 互盯半天 贺岳不管 只有孙福平 出声打圆场 吓人们的事 年都尉怎会清楚 带他回去问问就知 贺公子到底怎么受伤 事关重大 雾药左右掩踏 贺岭川叹了口气 差不多五十天前 我去葫芦山打练 结果遭一头沙暴袭击坠崖 被抬回来后 昏迷了好些天才行 年松玉眼里 差点喷火 你昨天怎么不说 这小子 装神魔阳呢 孙福平阙只问重点 那头沙暴呢 死了 跟我一起被抬回来了 贺岭川耸了耸肩 我醒了之后 救命人把沙暴支解了 这东西差点害死我 我得把它大卸八块 卸下来的部件 已拿去市场上卖掉了 它随手一指东边 这里多的是商人 对妖怪的皮毛 爪牙 舌头 眼珠 那单什么的都感兴趣 愿花大价钱 我们知道 您二位所想 贺岳适时出声 昨天得知 伏击兄长的沙暴 是你们打伤的 父亲虽未表态 却已派人追查 沙暴失手下落 这话里的钉子 就很硬 可惜扎在对面 两人身上 不疼不痒 孙福平翻了翻眼皮 贺俊手真能查到 贺岳微笑 必然全力以赴 开玩笑 这包票自然是不能打的 孙福平沉默一会儿才到 对了 金炕出发之前 大司马来信提及 如能解国都之患 贺大人的才能 就不必 虚耗在穷山恶水了 贺家兄弟一起动容 您是说 不 大司马是说 调回都城 见生智书事与史 这些老官游子 何时这样治白骨 贺凌川一下站了起来 大司马慧眼识人 惊口欲言 一边说着 一边靠向孙福平伸出了手 孙福平递过来一封书信 火气印都莫打开 显然这是大司马早就备下的 专门转交贺纯华的信 虽然提拙官员并非大司马分之权 但他在朝野声望威重 要促成此事不难 孙福平淡淡道 希望贺俊手末要辜负大司马厚望 贺凌川笑逐言开 那当然不会 贺岳也道 我们全力追查杀暴的线索 相信很快就有回应 两人站了起来 那就等贺俊手的好消息 孙福平正要往外走 年松玉却转头打量贺岳 贺二公子 你今年多大 十四 我在望京就听说 千松俊和太守次子聪明稳重 不料 这般风姿秀逸 果然百闻不如一见 这货突然对了二评投论足 想干嘛 贺凌川指了指自己 接过话头 那我呢 外人可有议论 年松玉笑道 有啊 金玉其外 谁都知道 重点在没出口的下一句 但贺凌川却沾沾自喜 有眼光 有眼光 贺岳倾壳一声 大哥 送客 贺凌川还没转身 年松玉突然到 国师与我居住的客栈 矮则不堪 我看贺俊守着府邸 颇有大兜风貌 屋舍广多 不知能不能再七双客 贺氏兄弟和孙福平 都是一正 这自然是 可以的 贺宅的空房很多 贺岳飞快通知应夫人 给两位贵客 各安排了一个管设 下人奔去客栈 搬来两人行囊 这就算正式入住 一通忙碌以后 两位客人 算是安顿好了 带仆人都散去 年松玉看了看院子 紧闭的大门 果然 豹子落在他们手里 信贺的 莫一句真话 豹师说不定还在他家 就算还在 也被妥善藏好 孙福平对上他英智的目光 你莫不是想翻墙过去 杀人夺宝 行不通的 要为后续计划着想 大司马料得不错 贺春华会趁机拿捏 讨价还价 倘若贺春华俯首听命 他也不会把大司马 备好的信封拿出 年松玉冷笑 区区一个边锤俊手 屁大点的小官 也敢狮子大开口 这个节骨眼上 说不定是敢的 大司马对他包赞过几次 这人跟一般的雍官不同 年松玉恨恨道 可惜了 这里不是望京城 望京是寻舟首府 他的地盘 孙福平摇头 正是要紧 这些小官想要的 无非就是升职发财 不难摆平 智书是欲使虽 只是从无品 却能监察官吏 是个人人垂涎的肥差 换在从前 我说不定眼红 年松玉讥讽一笑 不过现在磨 孙福平沉下脸 别乱说话 一眨眼 天就黑了 贺春华还没回来 他是真地盲 八陵使团已到黑水城 地方官要负责接待 其间贺凌川跑了一趟官署 亲自将大司马的信 交到了老爹手中 一向温敦式人的贺春华 忍不住都拍案而起 仰天长笑 二十多年啊 他在边色保金风沙 终于又要回到熟悉的大都 那个生他养他 贺家往昔荣光之地 贺春华甚至拿出藏酒 捡了两个杯子 抓着长子对饮三杯 说不出的神清气爽 贺凌川这才知道 原来老爹在官邸 也偷偷藏着美酒 比他尝过的任何酒都好 三杯过后 他就被打发回家了 这会儿天已经很黑了 早过了饭点 贺宅就跟平时一样安静 贺凌川知道 家里默认会等住他开饭 就打算去后厨 找些点心垫肚子 家里的厨娘总是在矮柜里 藏一盆好东西 今天应该是苹果秘苏 他去偷来吃掉 人家也不会抗议的 他从二弟的住处外走过 这个时候 贺月不是丙烛夜毒 就是挑灯月卷 一般不在贺宅乱逛 不过贺凌川偏偏听见竹林里 传出两个人的声音 两个男人 一个是贺月 我看不必了 年都尉 年都尉 贺凌川 捏手捏脚凑了过去 果然另一人是年松玉 贺凌川献他两拳发红 显然没少喝 为何不必 大都豪门如云 贵人眼高于顶 你爹就算升官回去 也不过是个从无品 你想熬出头的等到什么时候 他凑尽了孝道 你才冒双全 如果再得我爹举荐 第十九章 指挥使的信武 贺月飞快后退 怒声道 年都尉 请自重 年松玉不仅不自重 还想将少年一把薅来 贺月吓得面无人色 好在鞋侧里冲出一人 一拳打向年松玉面门 这一记重拳虎虎生风 若被打中 年松玉至少要飞出一杖 鼻青脸肿 但他见机很快 身体微缩 以拳对拳 同时一腿踢向对方胸膛 用劲很大 显然动了怒火 但这磨一来 就松开了贺元 那人其实虚晃一拳 杀招却是左手的短刃 不声不响刺向年松玉泪下 年松玉既然发觉 他也后退两步 先知先觉地躲开那一腿 贺月的贺声才智 住手 别打了 来人正是贺凌川 他不带年松玉发话 就歪了歪头 一脸惊讶 年都尉 怎么是你 我还以为 哪个不要脸的灯徒子 偷摸进门 想坏我家老二清白 贺凌川奇道 年都尉 你在他茅房前面站住坐肾 我认床 夜里睡不住绝 随意走动走动 碰见贺二公子 就弹弹心 年松玉拍了拍袖子 大兜才是真正鱼龙混杂之地 你们从乡下过去那里 更需要人照应 他向贺月温文一笑 贺二公子 难得我们投缘 明晚再找 你喝酒如何 贺月脸色煞白 一声不吭 好啊 到时候我跟老二必定奉陪 不醉不归 贺凌川一把接过话头 就是我喝酒玩耍的镜头有点大 年都尉 你要忍一忍 年松玉呵呵两声 总觉这私神态有点猥琐 不想搭话 贺凌川又道 对了 走了我重伤消息的人查到了魔 想来是内奸 年松玉的笑容慢慢消失 还没有 说吧转身 诗诗然走了 他一消失 贺月就奔去池边洗手 速度快地像被射中尾巴的兔子 贺凌川听他喊羡的骂了句脏话 又见他脸色发白 洗手洗了一遍又一遍 恨不得刷层皮下来 大哥 幸好你在 他终究只有十四岁 再怎么少年老成 这种时候 也要倚赖胸肠给自己撑腰 看他那欠奏样 我也手养 贺凌川安慰他 不过就算我不在 他今天也不会针对你下手 他装的 贺月皱眉 我查过年松玉 他好像真有这种爱好 几代冤帝都好难封 碎城大都封上 常见上刘全贵唤杨美男 像贺月这样 眉清目秀的少年 正是某些人喜欢的猎物 装不装 不清楚 贺凌川嘿嘿一声 但他恐吓你 为了你的清白着想 我们家就不得不加紧办事 下午立诱 晚上威鹤 这叫双管齐下 他用力捏了捏弟弟的脸蛋 看这细皮嫩肉 难怪别人心怀歹意 早让你跟我一起练舞 你不肯 贺月 啪 一声拍开他的手 他们已经急不可待 是因为盘龙沙漠变化在即 或许吧 贺凌川转身往外走 你早点睡 我去找些吃的 大厨房的矮贵经常藏着点心 今天是什么 一盆核桃糕 贺月咳了一声 不过只剩一半了 不是苹果密苏 贺凌川恍然大悟 我说 怎么有事找不着 原来是被你偷吃了 走到僻静无人处 他才用力甩了甩左拳 四 好痛 他看了看发红的指关节 没破皮 但有点种 年松玉纳斯 有点祸吗 他这拳头长年 用铁砂和伙食为果 能轻松打断 碗口粗细的刀幕 可是奏年松玉那一拳 传回来的力道 确震得他肢骨生疼 四日一早 两位客人就被请到主厅 贺纯华清自己他们报喜 整具报尸都被找回 贺俊守昨天忙到深夜 只睡了一个时辰 但现在容光焕发 比两个儿子还精神 不过 我想 两位应该只要这枚爆牙 他一摊涨 亮出那枚爆牙 年松玉迫不及待凑近 看看 默认关心报尸是怎么被找回来的 不过是一套说辞 大家心知肚明 但贺纯华却叹了口气 我还到 是哪个对头暗地里下手 毕竟黑水城地处 鞭色前线 外敌环似 想不到有这么多内情 耽误国师大事 请两位千万恕罪 孙国师还能说什么 只能宽宏大量 无妨 不知者不罪 何况贺公子也曾身负重伤 于是贺纯华取出那枚爆牙 将内容物都倒在一只锦盘上 都在这里了 国师请看 哪样是信物 众人围上来看 而孙福东要了杯水 往里面投进一颗草子 才晃动两下 草子就开始生根发芽 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成长 仅仅食于稀 它就长成一株开花植物 并且只开一朵毛茸茸的白花 花做六瓣 指甲盖大小 孙福东拿起锦盘上的东西 一样一样凑进小花 花儿没识磨动静 直到 直到贺凌川拿着那半截断书凑近 白花忽然就泄了 连荆叶都枯萎下去 最后化作粉末 飘散在水中 应该就是它了 孙福东刚想伸手 贺准华却抢先一步接过梳子 仔细端详 都过了百多年 傅卓的怨气还这样强烈 年松欲其道 盘龙城堂堂指挥使的信物 居然是个梳子 贺凌川耸了耸肩 他也曾有妻女 贺月接口问了下去 我有一点想不明白 当年仙游国 好不容易攻破盘龙城 为何不夺走大方湖 他们没少吃亏 应该知道它的价值 据仙游国实在 军队攻破盘龙城后屠城 第三天 河井枯竭 连沪城河的水都一夜消失 第五天 植草黑服 庄稼和枯草都死了 第七天 所有牲畜倒地而亡 仙游军建此地大不祥 只得尽快撤离 何况无水无石 人也坚持不下去 并且 这支队伍紧接着被调去北方作战 也没用处大方湖 孙国师喝了口茶 不仅如此 我翻遍仙游史籍 都没见到疑似霍星虫加入的战役 这等之宝 仙游国一旦拿到 哪有不投放战场之礼 第二十章 出师教 或许他们拿到了 但中途出了意外 没送回仙游国内呢 赫灵穿篇要杠 哦不 是提出合理化质疑 宝贝一直没用在战场上 不代表他还原封不动地待在盘龙沙漠里 不 他还在那里 孙国师成竹在胸 否则你以为 盘龙荒原是怎么变成沙漠的 他看见赫纯华翻来覆去 看那把断书 没有递来的意思 正想伸手讨要 贺纯华却抢仙道 我先收住吧 孙富平知道他对自己两人不放心 也就打消了讨要的念头 贺灵穿有点惊讶 咦 不是说大风君的怨魂不灭 扑走整片荒原的生机 躺真如此 那也只是表象 没有大方胡 他们早就消散在天地之间 别忘了 他们既然能赋予成千上万的霍心虫 纳摩 装进成千上万的怨魂 应该毫无压力 霍心虫无形 无体无质 与魂体相似 或者说 它本身就属于人魂的一部分 大方胡能收纳这种东西 很可能也可以容载怨魂 年松玉也在一边道 盘龙废墟其实不远 我们快去快回 或许九月之前就能撤离 不必直面盘龙沙漠的暴怒 现在已经八月十五日 距离九月还剩下十五天 话说回来 盘龙沙漠也不是掐着皇帝发飙的 变脸的时间哪会那么精准 可能推迟也可能提前 贺春华点头 我们搜寻报牙时也在筹集人马 后天清晨就能出发 年松玉皱眉 明天不行魔 这都到八月中旬了 话未说完 孙福平白手打断他 九八月十六吧 此时究极人手 以精卫南赫大人 我这里被出师教 也要花点时间 王师出征前必由国师行教 一行占卜 二位祈福 平时 千松郡的小小军兵 哪能享受这等规格 散去之前 贺灵川又找上年松玉 年都位 交代呢 年松玉满脑子都是盘龙沙漠 随口问他 交代什么 供出我受伤情报的人 贺灵川提醒他 给个名字 后面我就不烦你了 两边都达成合作了 年松玉没料到这个 顽固居然还要追根究底 简直不知好歹 他神情冷伴 我的侍卫说 那人已经找不住了 话就搁这了 这乡下富二代能怎么办 贺灵川一脸可惜 真找不住了 年松玉嘴角一扯 纸马小事 贺公子还是先关注当下吧 豪叔从后方走过 刚好听见这句话 傍晚 红白道突然来找贺灵川 贺大少爷 大事不好 贺灵川听了 先是惊讶 接着若有所思 别慌 这才多大点事 豪叔呢 把他丢找来 两天时间一闪而过 由于各方极力促成 这二十多个时辰 风平浪静 潘龙沙漠的恐怖 深入人心 每年都有死俏俏的反面教材 不过贺春华 还是在指定时间内凑齐了二百人 贺春华拉扯起来的这支队伍里 也不全是士兵 还不少是被流放边陲的罪犯 渊国的流放期限很长 其他国家只要十到十五年 他却是十八到二十五年 被流放到黑水城的罪犯 早早就有回不去的思想准备 渊国连年内战 不是藩王割绝 就是草头起义 镇魔打声打死 军队消耗了一茬又一茬 兵援早就不好指了 千松郡过去十年又有多次外战 镇规军严重减援 所以黑水城尽量从本地吸收兵援 无论是被流放者 还是杀人犯 只要身强体壮兜入航武 甚至有心想拿 免去中日劳役 孙国师这回还带来了王庭特设立 但凡跟着他们去探索盘龙沙漠的 事成后即刻恢复自由身 无论从前多大罪过 一并赦免 并有重赏 重赏之下必有永夫 这世上比死还糟心的是多了去 比如说穷 官家开出的赏金 足够这些穷逼告别五姑娘 娶一房正经老婆 在那三四个小妾 生五六个大胖小子 再买七八亩上好水田 一家人啥也不干 都能舒舒服服 过完下半辈子 简单来说 不是暴毙就是暴富 再说 边陲之地本就多亡命之徒 应征人数到比贺春华预料的 还多了几十个 而统领这支队伍的副位曾飞雄 老爹已经封了快二十年 又得虚节之政 每个月吃掉的药钱 比他的兴奋都多 眼下他已经欠了一批古债 贺春华许梦 他若肯领队走一趟盘龙沙漠 债务全部报销 曾老爹可以安享天年 有要吃 有人伺候 最后 还有人披麻带笑给送走 这个兵荒马乱的年代 想得个善终可能比暴富还要难上好击呗 于是 曾飞雄就来了 这会儿是五更十分 天还没亮 队伍已在黑水城北门整装完毕 等待国师行教 这里已经搭好祭台 孙福平事先沐浴 换上一身亮黄长袍灯台 这重颜色的衣服 只有九五至尊和国师可穿 其他人要被杀头 贺林川很感兴趣 因为这个世界的祭神做法并不是简简单单的桃木剑 扶植水 急急如律令就可以搞定 孙福平取出那把长杖 往地上轻轻一敲 杖头的怪兽就仰手向天 高声嘶吼起来 这怪物宽鼻大嘴 突眼何须 吼声如牛 震荡四眼 路上的行人好奇 聚拢成围观群众 怪兽大吼三声 一声比一声哄亮 最后一记如同闷雷 炸得人耳骨嗡嗡作响 像是回应兽后 天空的云层快速增厚 变黑 最后在云团最深处炸开击道响雷 轰隆隆传了下来 此位天人交感 复食于膝 居然就下雨了 云团只在队伍头顶 所以雨也只下在士兵身上 旁观的群众一发干燥 多位被打湿 这样精准的控制力 很了不起 杖头的怪兽是 牙字 有呼风唤雨之能 但少了两只脚 站在胸肠身边的贺岳 难难道 孙国师为何不掉用气韵旗语 这样不耗力气吗 他声音很低 但年松玉还是听到了 不能用 免得一会儿行 叫出乱子 这不是行叫 贺灵川就站在他和二弟之间 用自身位屏障 把他俩隔开 那国师干嘛呢 那国师干嘛呢